差不多就是 我們主要 今天就是一個清除 然後丟公式 另外的話就是把結果 不用丟公式 最後就是一個自定函數 反正總共就是 我們這邊總共會有 四段 一二三四 四個乘四 所以回去的話 假設 即便你今天做完 回去一定要再 再複習一下 一定要打熟 城市沒幾行 主要應該 我覺得重點應該擺下就是 你要熟悉那個城市的運作流程 還有一些關鍵的 那一些 語法可能要慢慢熟悉 除了要繪之外要熟 如果可以盡量可以把它打出來 如果這樣是不行的話 可以先參考獎益 反正就多把它亂熟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請各位開啟 我們的範例檔案裡面有 152分別擷取長寬高 那長寬高的話 跟剛剛那一題有點類似 就是 就是也是括號 裡面的東西 常要放在這裡 而且它這個又變化 裡面有三個 三個括弧 一個就麻煩了 還有三個 好那三個怎麼辦呢 那如果說我們剛剛用 用fine函數 你會發現如果fine fine了一個之後 如果你又再fine它又會 你會從頭找錢瓜糊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在 找到第一個之後 在第一個的位置 再往後fine 才有辦法fine到第二個 也就是說你插入函數的時候 假如我是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類的那個fine函數 那你會發現 我們前面只有這個錢瓜糊 到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 我們就給它一個錢 特別說這個錢瓜糊 我有試過 這個錢瓜糊 它是全形的 所以你可能要輸入的話 要用全形的 我是用輸入法 一定要這個全形 好然後 再來去這邊找 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第一次是二嘛 所以呢 如果說你還要再往 找第二個的話 你變成star number 這邊要從第三個字開始 有沒有 第三個字開始 它就變9了 那也就是說你變成 這個star number 變成 你找下一個 你要把第一個找到的位置 加1 放到這邊來 那你再找第三個的話 要把第9有沒有 9的等於第二次找的 再加1 才會找到16 哇 那問題來了 那很複雜 因為為什麼 4裡面要放4 4裡面又要放4 那最後可能會串得很長 所以 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如果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們當然就可以不要用函數 剛好我想到有一個方法 不用使用函數 包哥沒用過一個方法 叫資料裡面有一個叫 資料剖析 OK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除了要用函數之外 你也要熟悉 上面提供給你的功能 如果這些功能 你也剛好你會的話 那其實不需要寫程式 也不需要用函數 也可以解決 怎麼做 一 資料剖析之前 你要告訴他 你的範圍在這裡 這些幫我剖到哪裡 這邊 先選範圍告訴他 二的話 資料剖析 那他會幫你把這個範圍 帶到這邊來 但是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他會問你說 第一個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分割 你那個資料呢 是按照什麼呢 按照分隔符號呢 是有什麼 逗號 tab 還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是刮弧 可是問題來 刮弧有一個有兩個 他符號只能有一個 所以顯然 第一個方法不適合 那第二個方法 有沒有比較適合 看起來好像位置有沒有一樣 剛好位置有沒有都在一樣的位置 所以你用第二個 剛剛下一步 下一步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告訴我那個線在哪裡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記得 你這個時候就要畫線給他 怎麼畫 特別重要 請你點那個刮弧跟那個 數字的中間的位置點一下 請你點在尺圍上 他會出一條線 表示這邊要畫一條線 以後你要剖開來的 下一個記得要點準 OK 這邊要點點一下 OK 其實也不難點 但如果你不小心點歪了 點到這邊來了 其實很簡單 上面不是有三角形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移過來 這樣就好 可以移動的啦 這個可以移動的 要不然你就上一步再重來 上一步再來一次 也可以啦 如果我覺得這招比較簡單 其實它可以移動的 OK 好 也就是我們點了六條線 幫他做切割 下一步 接下來呢 他會問你說 哪一些是你要的 哪一些不要 那我要的呢 就是數字部分 不要的部分 就這個 不賄入 有沒有這邊不賄入此欄 也就是跟他講說 我不要的部分 你把它選起來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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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也不要 有沒有 要的就中間的 要的就不用管 主要是選取 不要的 就是不賄入此欄 再來的話呢 目標儲存隔壹說 那你切割完之後放哪裡 那放哪裡的起始 起始點我們是放C2開始 台語式好像是B2啦 不過B2會把舊的資料蓋掉 就不見了 那我是希望放在C2 所以跟他講說 C2這邊開始 按完成 然後他問你 他說 裡面有資料 其實沒有 不過沒有按確定 切過來了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有沒有 欸 相對的啦 如果說我們用FINE函數 也可以啦 可是太麻煩了 相對於 那個這一招似乎比較快 可是問題啦 如果說 一樣嘛 我們希望把它變VBA 可是問題來 VBA要寫這個也非常的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以這一題來看 還是錄製聚集比較適合 所以啦 錄製聚集齁 是在解決 就有些程式太麻煩 你暫時還不知道怎麼寫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用錄製的 那錄製怎麼錄製齁 其實就把剛剛的東西彩排一下 彩排過再錄製 最後我DEMO一下 清楚嘛 資料剖析 大概就這樣子 有沒有 就有了 這兩個其實我都沒有寫任何程式 我其實都錄製的 OK 所以我再把重點提示給各位 一 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不過在剖析之前 請你用選的 但是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選的時候 這樣子選 錄製下來的就固定了 如果你不想 它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我是建議你 游標放這邊 用什麼 快速鍵嘛 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這樣選呢 以後範圍變動 它會跟著變動 有點像追蹤 所以錄製聚集齁 這兩個雖然結果做出來是一樣 目前是一樣 可是 Ctrl Shift 向下 範圍如果變化 會跟著變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建議是用那個Ctrl Shift 不要這樣選喔 這個固定了 這樣子 Ctrl Shift 向下 比較OK 然後在什麼 資料剖析 然後固定寬度 然後下一步 最後記得 把目標傳聞放在C2 完成 錄完之後的話呢 再去錄清楚 清楚也是這樣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不對喔 錯了錯了 不不不 delete錯了 應該是這裡 這裡的話 清楚我建議是 游標 不要這樣選 這樣選也是固定的 對 所以喔 比較OK的方法是 游標放在C2 然後呢 向右再向下 Ctrl Shift 向右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子也會是 錄下來聚集喔 以後它也會跟著你 範圍變動而變動喔 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雖然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最後 你程式有沒有彈性 就看你錄製的時候 的動作了 差一個地方 小細節就是會 這麼大不一樣 所以那你把 錄下來之後呢 清除掉 按Delete 然後就可以把它 停掉 然後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做這樣子 這樣子就OK了 那請各位先 稍微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一題因為我們 是根據 這個題目的特殊性 如果你解決問題喔 就真的你就不要拘捏 就是不要抓牛角尖 就一定想喔 我只有一個方法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多一點的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這一題 基本上是用資料剖析 配合錄製聚集 把它完成好了